今次香港隊派出了歷來規模最大的代表團 出戰亞運 參加共40個體育項目 取得歷屆最標柄的成績 在獎牌榜上排名第12 獲得獎牌總數和運動項目歷屆之冠 再次鼓掌 港隊在多個項目奪得金牌 包括賽艇、劍擊、游泳、籃球、高爾夫球 公路單車和橋牌 我很高興利用出席開幕式那幾天 在杭州的選手村和比賽的現場 和大家打氣 更加親自見證了其中一面金牌的誕生 心情是非常激動、非常興奮 這次港隊除了在傳統項目有傑出的表現之外 在其他不同的項目例如電競 和中國象棋項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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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各項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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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� 首次打入亚雲四強 幾場比賽都吸引了大量市民 到商場和康民署特別設立的一些直播區 一起為大家立喊 港隊建議專業的體育精神 不屈不撈地奮戰到最後一刻 你們的表現讓我們市民自豪 更向世界展示了香港的良好形象 身體力行 說好香港故事